嗨,我是王狗 今天這個氣氛呢 的確,我們就是要來講一些 比較可怕一點的東西 上禮拜呢,我們四個大男生 一起去了一趟泰國 在飯店玩了一個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的遊戲 淺仙 那它就像是一個占卜的遊戲 你有什麼問題想要解惑 都可以透過這個遊戲來問它 淺仙它是從哪邊來的 其實它就只是周遭的鬼魂 所以你召喚過來的鬼魂 是好是壞 我們都無從得知 只要抱著一個敬畏的心對它 進行這個遊戲 它需要的道具有 兩個人以上的召喚者 網路上是說 四個人是最好的 一張本位子 中間要畫上一個 硬幣的大小的圓 在這個圓的左右兩側寫上是否 再依序 再依序寫下來 你想要問的 問題 所可能會產生的答案 還有一個硬幣 不然你說我講這個 真的覺得 怪怪的 然後接著呢 所有的參與者 把一隻手放在硬幣上 嘴巴念說 前仙前仙請降臨 如果來了 請你移到四的位置 不停的念這句 不停的念這句 直到它 移動到四的位置 你就可以開始 接著問你想要問他的問題 他也幫你解答了之後呢 記得記得 要幫他請回去 幫他請回去 方法很簡單 嘴巴念 前仙謝謝你 請你歸位 不停的念 直到他回到本位的位置 以上就是前仙的玩法啦 我們玩的時候 觸碰了其中 最大的經濟之一 就是首分的離開 那雖然我們玩的時候 是沒有發生什麼事啦 不過後面幾天 有一些小小的 比較 難以解釋的現象 阿不如說 讓我帶你們看一下下去吧 開個燈好了 有點可怕 這個穿白色衣服的同學 那比這個 我們叫他 黑同學 黑同學他 要考警察 所以我們在上面寫了 落榜跟上榜 這兩個選項 然後上榜 落榜 對 好我們在 他用力動啊 弄得弄得弄得弄 好 Come on 其實還沒介紹一下 現在開始玩 這四個人的組成分子 最靠近螢幕 他叫做 倒哥 再過去那是我 王狗 然後 王狗旁邊那個 他叫做 黑哥 他是最想遇鬼的那一個 然後在旁邊那個 他叫做阿B 你們要記住我 剛剛說的 朋友之間的 名稱 因為這 等一下跟最後我們發生的事情有一點關係 前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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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講 如果來了 請你一到四的位置 前仙 前仙 請叫你 如果來了 你們在幹嘛 我沒有動 我沒有動啦 白癡 白癡 我沒有動 我沒有動 欸欸欸 這個是第一次動的位置 我們的黑哥跟我們的阿B 他們手都放在原地 所以證實 硬幣不是他們動的 剩下我 跟倒哥兩個人 守在硬幣上 我要在這裡聲明 絕對絕對不是我動的 那 我們的倒哥呢 我也可以幫他聲明 我覺得也不是他動的 因為我們這四個裡面 黑哥跟阿B 他們兩個人呢 是對這個東西也覺得 覺得曖昧 是怕我跟倒哥 這世界上什麼東西 有它的道理存在 不了解 就對人家多尊敬一點 所以我們也不敢亂動啦 或者是手一開幹嘛的 所以我相信你們是我們倒哥 動啦 你講認真的嗎 我真的沒有動 你不要動 我沒動 我沒有動 你們手不要離開 我不要動 我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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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這個時候動了 可是 路已經跑掉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只有一台 所以也沒有捕捉到 不可以問了 可以問了 好 動動 我現在問嗎 對 你直接問 直接問你要問問 我會考上警察嗎 然後呢 然後呢 哈哈哈哈哈哈 白癡 我沒動 我沒動 謙先謝謝你 請你 各位好 所以他離開了嗎 白癡喔 這樣伸電下去沒有 沒有 我們知道明天都不拿來玩就按摩了 插動了我吃屎 幹別這樣子 沒動了 他媽會這麼快 把我放在這邊 我發 我發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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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是第一天 磨完之後 第二天去了一個 像是 百貨公司的地方 裡面全部都是賣衣服的 有點像 永樂市場 算是比較舊舊的那種感覺 第一次 事情就是在那 那時候黑哥跟我 我們兩個一起行動 後來呢 我跟黑哥我們就找到座位去 我們去休息了 我們 休息了五分鐘之後 阿B跟道格突然就走過來我們座位去這裡 就說 欸 黃狗 剛剛你有叫我們嗎 我就說 沒有啊 我都跟黑哥我們待在座位去這裡休息啊 可是 道格跟阿B說 他們剛剛在逛的時候 聽到我從遠方 大喊他們的名字 這是第一次 那 第二次的時候 隔天 我們回到機場 我們在機場的美食去吃飯 然後我躺在那邊休息 結果躺一躺 我突然聽到 阿B從遠方 叫我 那個縮遠也不遠 差不多五公尺吧 所以我就抬頭 我看 結果沒有人 那我就馬上就跟 道格講 因為道格沒有睡覺嘛 所以他就跟我說 阿B不在這一層啦 阿B跑上去樓上 休息的地方充電 那這是第二次 第三次的時候呢 我們要出海關的時候 阿B跟黑哥 他們已經先出海關了 所以他們在海關外面等我們 因為我們資料沒有填好 道格在填 天一天他就突然跟我說 阿B在叫他 我就說 欸不對阿 阿B已經進去海關了 我沒有 打給阿B 事實是他也沒有叫他 他真的也在海關裡面 這三次 叫的人沒有在騙人 聽的人也沒有在騙人 所以 我不知道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現在回來 泰國回來 還不到一個禮拜吧 希望 大家以後就不要玩這種東西啦 也有可能是 我們太累 聽錯 或什麼都有可能 但是 我覺得這種東西還是 不要碰就不要碰 對 親身經歷 也不知道再來會不會怎麼樣 反正就 禱告吧 我影片經驗就到這裡啦 如果這方面還有什麼 想問我或幹嘛的 都可以留言跟我講 也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想要我拍什麼題材 也都可以在下面跟我講 那也麻煩幫我分享一下囉 OK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Bye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